好,來,那這邊來幫我幫你問一下怎麼使用Powercam的方式來錄 就是因為老師們,如果有時候需要把自己的影像也錄進去的話 不要只是放照片,那它是有方法的 好,怎麼做呢?首先要把Powercam接好 或是下一些筆記,它本身就有Powercam的功能 然後我們就一樣的點選設定,設定進來 接下來是我們左側,本來現在放的是照片 我們可以左側的地方勾選,用腳失影像 它會不會去開啟Webcam 所以現在手上那邊有一次Webcam 老師就可以自己照自己的影像 好,下來,下來 然後我現在的影像說完了,它影像不算是這麼大的 那個解析度,就只能看來拿下來了 解析度比較好,以後老師可能可以看一下,男生親菜 所以這樣就是董哥老師的影像 好,那我看要怎麼弄喔 我現在把這鍋子打開之後,我想按下儲存 好,接下來我現在變要弄的話,我現在用第七段 來錄影 女生就跟平常錄製的方式一模一樣 就是上你的課程 好,那上廊上廊要停止 F12,它就停掉了 所以平常錄製到勞學一模一樣 意思是拿那個關鍵,關鍵而已喔 好,插在哪裡? 插在課程錄完之後 我們進來看這個課程的時候 好,應該死,進來 好,另外像其他的段落 我當初並沒有錄製影片的 他會自動放原本的照片 如果是有影片就是第七段 他會寫影片 這樣大家有意思嗎? 然後你聽到他的聲音耶 因為你說會不會看聲音就能一起進去 他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好,那錄製的孵就是全螢幕看咧 會看不到老師喔 真的嗎? 所以就是打小看而已 所以只要用Hatron啦 知道嗎? 我還要再講一下這個功勤 這個功能 好,所以我們進來 你看就是老師的影像 這個畫面 打位置 目前是預設就在這裡啦 那就預設在這個位置而已 所以沒有放大什麼什麼機制之類都沒有 他就是影像會出現在這裡 這樣就OK嗎? 所以你看到大陸了 那拖程性的呢 如果要打這個影像錄進去了 打位置變大還變小? 大 而且會大很多 因為VD喔 知道嗎? 會大很多 所以 分別必要且誤常識 我們這樣就是 我們好像會比較 而且有些課程 學生跟老師搞不好心情就不好了 所以沒人看電話 就把他出現好了 我們就錄課程說一次 應該可以了 這樣不好意思喔 所以這個地方 發揮的機率是比較少的 好,其實比較少 所以我們再補充一下有這樣的工具 在錄製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沒關係 它與上級的關係 老師沒有啦 可是我還是講一下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在 這樣OK嗎? 好,那我們就進行下一個動作吧 進行下一個